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工作表现很优异 调来金门县警察局担任服务 也希望金门县警察局同仁 在局长的领导之下 持续的全心全力投入金门的治安维护工作 民众生命财产安全可以得到保障 那谢任的张局长在108年的事业舍任 荣调本县警察局局长以来 勇于认识工作认真 积极负责深受个性肯定 更由于他卓业的领导金门县警察局上下一心 内部团结和谐 警政工作绩效卓助 人全力做好治安的维护 交通策划 以及未免服务工作 创造本县优质的生活环境 新任蔡局长是中央警察大学54期毕业 历任刑事警察局队长 陶渊市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长 保安警察第三总队主任秘书 保安警察第六总队副总队长 内政部警政署法制是主任等重要职务 因学经历丰富及工作表现优异 而调任本县的服务 在此本人主表示恭贺 警政署警政委员蔡耀坤 也转达警政署长的吉点叮铃 希望新任局长能够持续的执行 酒驾取缔工作 保护民众安全 还有加强远景的教育训练 另外让金门可以安和热力 希望在局长的领导下 圆满达成